另外湖山国小的音乐老师朱瑞玲 为了纪念母亲黄阿琴女士 终身为学校的无私奉献 不但特别来这里任教 还因为偏向学校资源不足 特别以母亲的名义募集教育基金 今年更在县议员赖瑞鼎 以及宜兰社区大学的协助下 10月5号将会举办募款音乐会 希望各界可以一起来响应 发起劝募的朱瑞玲老师表示 当初会来湖山国小教音乐 都是因为妈妈的影响 也因此了解偏向学校 需要更多的教育资源 所以才会以母亲黄阿琴女士的名义 开始圈目奖助学金 而这也是学校成立以来的第一次 那我就觉得说 他的资源真的是少 那学校花150块买了这个陶底给他 他用五年用六年这样 然后我就觉得说 希望借着大家的这个帮助 然后他能让他们的资源更多一点 然后师资更多 因为有一年我没有办法来这边上课的时候 没有老师可以上来 因为终点费很少 然后地方又比较偏远 我希望说人力可以多一点 然后资源多一点 让小孩子更能够有好的学习 真的朱老师真的很不简单 在我们学校呢 他总是很认真的来我们学校 知道我们小朋友音乐上面的音乐课 那去年朱老师发起这样的一个活动 我们总共募集了10万 那10万块钱我们就成立了 王阿琴主任教育奖学金 那这个教育奖学金也是我们学校 第一个奖学金 对朱老师的用心 议员赖瑞鼎不但肯定 也轻免有更多人来关心弱势学生的需求 我们真的期待 透过今天在湖山国小朱老师 还有社大 共同来结合 来为了纪念自己的母亲 然后成立这种所谓的慈善音乐的 募款的一个活动 我认为宜蘭县的偏乡学校 都可以跟社会资源来做结合 那么让这些学校呢 在学习过程当中 不管是学校的资源也好 社区的资源 学校的图书设备等等 都能够进一步的充实 为了劝募善款 宜蘭社区大学跟湖山国小 共同举办慈善音乐会 时间是11月5号的下午一点半 详意民众可透过乐捐 或是购买学生陶艺品 来支持学校 来基盘这个大手拉小手的 公益募款音乐会 这个基盘的时间呢 就是在11月15日 会报的1点到4点 就在我们湖山国小 这些美类的校园来基盘 免费的入场 我们才自由乐捐的方式 希望大家共襄胜举 来为到我们这个偏乡的国小 这些迷你型的小学 会在学童们 募集他们的奖助学金 另外宜蘭社区大学 也劝募了近1000本的优良读书 送给湖山国小 增加馆藏 丰富学生见闻 宜蘭新闻记者张立玲 采访不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